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毅皱了皱眉 甚是苦恼 民间不是有一种说法道 丈夫陪妻子一起回娘家 是不能同床的 担心影响娘家人的财运 除非入赘 可陆毅他又不是 转念一想 这天下都是皇上的 自然由皇上说了算 这是皇宫不是他陆府 由不得他选择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愁眉苦脸进入房间 果不其然 不好的是发生了 今夏怒气冲冲冲着陆毅吼道 为什么不按照我们商量好的来做 你这样做 我们将来都难以脱胜 好人得不到好报 他深吐一口气 对于今晚的行为 越有一丝回忆 真不该多管闲事 陆毅不想在皇宫里和今夏争吵 便坐在一边的椅子上 闭上了眼睛 任凭今夏碎碎念 没一会功夫 今夏自觉没去 也就安静了下来 安静还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房门被敲响了 谁啊 今夏不耐烦地朝着门外吼 夏儿 我让御膳防备了两碗莲子羹 给你们做宵夜 门外的皇后温文哑道 她身后跟着四名侍女 听见皇后的声音 陆毅瞬间睁开了眼睛 与今夏大眼瞪小眼 皇后亲自来送 今夏可不敢怠慢 母后 您稍稍等会 马上来 今夏眼几手快 将一卷两席往地上一甩 随即给陆毅使了一个眼色 意识陆毅去把门打开 参见母后 陆毅今夏站在门边处一起行礼道 皇后一边让两人起身 一边走进房里 发现屋里的地上铺着凉席 凉席上还有一个枕头 如果说那凉席是拿来垫脚的 那枕头又是怎么回事 心中顿时充满了怒气 克制自己的怒气 让侍女将帘子羹放好后 便让他们退下 并把门也带上了 皇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 道 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 如实交代 不等陆毅开口 今夏就脱口而出道 母后 我和陆毅是面核心不合 所以分开睡 那是谁睡地板 今夏毫不遮掩道 当然是陆毅 跪下 皇后一声令吓 吓得陆毅今夏 两人立马跪到了地上 皇后微微调整了自己的愤怒的气息 紧要柔和道 说说为何这样 陆毅抢先说道 母后 我们最近发生了一点小矛盾 平日里我们还是很和睦的 皇后追问今夏道 夏儿 是这样吗 今夏想快刀斩乱麻 不是 我当时只是一时糊涂 成亲后才发现陆毅不是我喜欢之人 所以 好在今夏不给陆毅抹黑 知道把事情全往自己身上揽 此时陆毅对今夏却没有本分感激之心 当初说喜欢陆毅的是他 现在说不喜欢陆毅的也是他 还让人家睡地板 关键人家陆毅还为他打掩护 皇后气到脸色发青 这今夏虽说不是皇后的亲生骨肉 可皇后也是他为己出 但亲生女儿来疼 皇后又是异国之母 连自己的儿女都教育不好 又怎能称得上异国之母 这今夏必须严管 把他身上所有的刺给拔掉 否则将来陆毅纳妾了 今夏只有哭的份 夏儿 从明天请你重回皇家书院 好好学学什么是你该做的 什么是你不该做的 这不是今夏要的结果 今夏撒娇道 母后 你知道的 我最讨厌那些文皱皱的文字了 能不能换换别的责罚 皇后自然知道今夏在想些什么 拿婚姻当过家家 皇后自然不能如她的愿 可以啊 赵羽可以为你破例开书院 陆毅心中不厚道地笑了 今夏轻轻晃动了陆毅的手臂 向陆毅求助 此时的陆毅如木头人一般 任今夏怎么摇晃 陆毅硬是没给出一点回应 今夏狠狠瞪了陆毅一言 心里骂道 要你出手时不出手 不要你出手时瞎出手 是心有灵犀 还是陆毅会读心术 今夏在想什么 陆毅时有八九能知道 心中又不厚道地笑了 母后不疼 夫君不爱 一个假的夫君 今夏也不再对陆毅抱有期望了 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 接受皇后的责罚道 谢母后 我明天一定准时准点去书院报道 还想再说教书叫今夏 罢了 留给教书的先生们吧 皇后心中的怒气消了些 恨铁不成钢的目光望了今夏一眼 夏儿可不能让陆毅再睡地板了 知道了 今夏有气无力道 却看不出陆毅脸上任何的表情 不喜欢也不讨厌 本宫也乏了 早点歇息吧 恭送母后 陆毅的声音比今夏的声音要红亮一些 房间里只剩下了陆毅今夏二人 陆毅心中大喜 平日里今夏可把陆毅的五脏六腑给气坏了 皇后让今夏重新回书院学习 真是明智之局 真乃一国之母的风范 第四十二集 今夏邀请陆毅同床而眠 陆毅先是拒绝后是主动 陆毅望着桌上的那两碗莲子羹 嘴角露出若有肆无的苦笑 原来醉翁之意不再久 皇后是来视察敌情的 难怪陆毅被安排到今夏的寝宫 皇上生性多疑 想在他面前演戏很难 如果今夏真的在意陆毅 就不会随意穿一身不男不女的服装 那可有损陆毅的面子 故而皇上故意将二人留下来 视机了解敌情 皇后走远后 今夏站起身来 满意又失落地拍了拍手 水今夏一人 保全陆家人 他不是这个时代的 所有的坏人坏事 他都懒了 只是苦了自己又要和那些满口知乎者也的先生们打交道了 今夏这么瞎折腾 陆毅心里莫名很难受 沉思了好一会 小生问了一句道 你的药的结果已经得到了 开心吗 开心 他去伤害爱他的人 他能开心吗 不狠心 将来突然合理了 皇上或多或少一定会牵连陆家 坏人坏事他坐近了 换陆亭一个安稳的晚年 他也问心无愧了 今夏不出声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一阵沉默后 今夏道 鉴于你刚刚没有重大过失 闯我借你一半 我是不是比你大方多了 今夏依然清晰地记得到陆毅家的第一晚 他睡得可是地板 陆毅看着今夏在捡席子 出声道 算了 我还是睡地板 可没有多余的被子 没事 那两碗莲子羹 安安静静地被放在桌上 陆毅尝了一口 味道还挺不错的 你要不要尝尝 今夏是没那心情喝 为了不辜负皇后的美意 他勉强喝了下去 你们皇家的东西还真是不错 就说这莲子羹 比起外头的可不知要好上几百倍 今夏沉默不语 皇上现在肯定也知道了 这不就是你要的结果吗 你应该高兴才是 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十二惜字如今 十二滔滔不绝 他真的怀疑陆毅是人格分裂 他把怀疑两人去了 今夏始终没有发出声音 躺到了床上 羊腿一灯 眼睛一闭 全世界与他无关了 那凉席还铺在地上 床上就一床棉被 陆毅忍不住又说道 你们皇家可真穷 我陆府再不济 也会多一床被子 今夏呼儿大笑起来 还真是头一次 有人说皇宫穷 刚刚陆毅还夸皇宫东西好来的 前言不搭后语 今夏越笑越欢 心里一下舒坦了许多 侧头一看 陆毅躺倒了地上 今夏有些于心不忍了 要不你来床上睡 陆毅还是拒绝道 算了 你们这的人太古板了 在我们那 男子和女子可以握手 那是一种礼仪 在你们这就是非礼了 陆毅很好奇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担心隔墙有耳 他收起了他的好奇心 睡吧 地板上就一张凉席 深夜时分 陆毅真心觉得很硬 实在睡不着 他想着 在椅子上坐一个晚上 都比地板舒服 于是起身坐到了椅子上 没多久 他鬼使神差地走到床边 轻轻拉了拉被子 睡意很浅地今夏 立马睁开了眼睛 什么事 陆毅不敢看着今夏的眼睛 望着别处 有些尴尬 嘚道 往里面挪些 不知道为何 今夏忽而尖笑了起来 带着笑一说 那事先说好 你醒来 你可千万不能像上次那样 胡乱发脾气 上次两人在一张床上醒来后 把陆婷给气昏了 那血淋淋教训 深深刻在了今夏的脑海里 那还不是被你给气的 今夏不理他 往床的里面挪了很宽的一段距离 侧身背对着陆毅 不出声 一副你爱睡不睡的模样 面对着今夏的闺床 陆毅心里还真有些纠结 他自问他在纠结什么 他躺下去也是合法的 他不再纠结 躺了下去 动作小心翼翼又自然 躺下不久 突然听到今夏的声音道 大人 你睡了吗 今晚今夏这么瞎折腾 他还真的没睡意 久久没有听见陆毅的声音 他顾摸着陆毅睡着了 便在心里数起了羊 也不知道 陆毅是真睡着了 还是假睡着了 今夏换他时 他皱了皱眉 四日 今夏醒来时 陆毅的身影早已不见